我們高雄市你到老了經濟狀況也沒有很好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高雄市府是不是要 注意擔起我們照顧老人家的責任 我們現在尤其是高雄已經是超高齡的高齡社會 那是不是75歲以上呢 可以國家養 我希望說市府真的暖起來不要變成數字的團隊 這個是總統候選人的政見 我們高雄市因為這個長照的政策是屬於中央的這個政策 其實我們市政府也希望說能夠把我們的長照的這個量能把它做起來 所以用這個看護或者是個人的照顧這個2.9的比例來看 其實不是一個準確來衡量我們的長照的這個覆蓋率 所以假如以長照整體的這個覆蓋率 我們其實在6度是第三歲已經達到58%以上